最近一套韓劇令我很喜歡喝啤酒的女朋友想吃炸雞 試試做吧 我們會用到十隻雞腿 半杯櫻粟粉 四份一杯生粉 一茶匙的梳打粉 煮得韓國菜當然少不了韓式的辣醬 三至四個蒜頭切碎 我喜歡辣的所以用兩條乾辣椒 一隻雞蛋 少許麻油 黑胡椒粉和鹽 還有一些白芝麻 灑上去 我們也會用到一些蜜糖 一些醋和茄汁 好 首先我們準備一個大鍋 把雞放進去 我們就放些鹽和胡椒粉 先醃它 我們就先加上去 我們現在就加上鹽醬粉 生粉 一隻蛋 一茶匙的梳打粉 混合後就可以用雞去炸 用中火燒熱油 然後就可以把雞去炸 我會用炸兩次的方法 因為要確保雞是外脆內亂 炸5分鐘就可以拿起 炸第二次之前 當然要先隔走渣仔 再下雞去炸第二次 這次3分鐘就可以了 3分鐘後 你見到他們炸到金黃色 就可以拿起他們 讓他們休息一下 我們現在做一個甜酸醬 中火燒熱一隻鑊 加入蒜頭和辣椒 然後加入兩個湯匙茄汁 兩個湯匙的蜜糖 還有一個湯匙的韓國辣醬 再加一茶匙的醋 然後用慢火把他們拌勻 之後他們收了一點水 我們就可以把雞倒回去拌勻 這樣就完成了 小小姐 你會不會再加一茶匙 你會不會再加一茶匙 一茶匙的醬 有噴火 你會不會再加一茶匙 你會不會再加四茶匙 就完成了 有雞湯匙的牛匙 我會不會再加一茶匙 那些水匙的醬 有水匙的醬